行走中原,感受厚重河南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许昌市临景镇的小公村 在这个小公村里面有一处古民居 叫郑市古民居 被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根据这个文宝碑记载 这个郑市古民居 它的面积呢,有13680平方米 所以呢,应该指的不仅仅是这个两层建筑和这个三层建筑 包括呢,周围很多的老房子 我们先环视一下 看这破败的,其实都是老房子 很多都变成了微房 但是那些啊,大多都进不去 也无法靠近 所以呢,我们就看这个两层楼和三层楼 这郑市古民居啊 是郑家县人 郑国光 他呢,在南方做生意 回来的时候啊,带回来了百万资产 修建的房子 人称它为郑百万 这房子呢,建于清朝的光绪年间 我们先看这个两层的 这两层楼和后面的三层楼啊 都已经修缮过了 上面五几六寿 全是新弄上去的 这老房子坏啊 一般都是上面的屋顶先坏 因为下面是砖湿结构 所以啊,还是挺结实的 这可是以前百万富翁建的房子啊 看池头上 池头上的雕刻啊 上面是犀牛望月 下面是一朵梅花 这边呢 上面应该是一个飞鹤 一只飞鹤 鹤呢在古代呢 往往也象征着长寿 松鹤延年 下面呢 还是一朵梅花 整体看上去啊 非常像人的五官 有鼻子有眼的 其实上面是窗户 下面是有门有窗户 我们再看看古代的三层楼 真的是非常端式 结构呢 结构呢 不具严解 在两边呢 开的都有窗户 现在的门都是锁着的 其实开开 里面也没啥看的 都是空荡荡的 这在古代在村子里面 绝对是一个枝糕点 上面中间开的是方窗 两边是半圆窗 中间那个窗户上呀 还有门簪 正德堂 家老屋 看两边 其实有字的 这边有瘦子 这边是福字 美好的羽翼 这房子非常结实 一百多年了 还是这么硬朗 以前的大清砖 也是非常结实 我们放大 看这边的侧窗 上面是精美的砖雕 能看到两边是菊花 中间呢 应该是葡萄籽一类的 雨多姿多福吧 那行 这个高楼 我们就终于 我们就录到这里 我们就utsun 我们就录到这里了 我们就录到这里 An Work 到这里 uh 我们愿意